在乘积这个OK,然后乘积多重,多重就A,B,C,D 那乘积多重怎么做? OK,特别注意,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直接拿什么? 乘积多重可以直接拿刚刚这个乘积来复制,直接复制下来 然后这边加一个多重,然后复制是选取之后拖拉加Ctrl键 你可以CtrlC,CtrlV一样,这边多两个字,多重 也就是你的那个Sub名称不能一模一样 OK,第一个复制下来,然后改个名称 第二个的话,我的规则不是合格不合格而已 我需要有这个A,B,C,D四种这个变化 那第一个我的逻辑,我的资料从哪边来?一样从这边来 只是说我的判断标准是A,B,C,D,那我先从A开始 所以你可以大于等于先把它改成80 那80的话呢,当然就不是合格了,如果大于等于80 就帮我输出什么?输出A 那反支的话呢,如果不合格的话呢,那就D嘛 所以哦,如果你现在这样输出的话呢 我先把资料先清空,你会发现哦,输出应该就A 有没有,除了A以外其他反支吧,都是D 欸不对啊,你说那B跟C怎么办? 哦,这个时候关键的地方来了 如果我还要再增加一层,B的部分怎么做? 其实非常简单哦,如果你做了A之后,有没有 你就把A的这个逻辑这两行哦,复制 然后呢,再把它贴到它的下一行 但是贴上,记得哦,把它back到前面去 从这边贴,不然的话哦,它会缩排到右边去哦,OK哦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把它改什么? 改70,这边呢,把它改成B 但是哦,大家已经接近了 可是有个地方,特别小心 一个逻辑判断,开头只能够有一个乙符 如果你第二个乙符哦,你就必须怎么样? 在乙符前面加什么? 欸对,就这样,L乙符就好 就这样而已哦,OK 那第一的话呢,其实很简单 再把B复制 然后在它的下一行,Enter一下 back到前面去 然后贴上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60 OK,然后这边改如何? 改成C 好了,大功告成 OK,应该可以懂我的就说什么 基本上哦,没有增加很多嘛 我刚刚讲增加四行 就是这个意思 那这四行怎么来的? 就从上面贴下来,前面加个 else 就好了 所以哦,如果你还有别的啦 你就再贴,再贴 它没有七成的限制 也就是你爱几成就几成啦 OK哦,它没有限制的哦 所以你如果要做很复杂的判断哦 所以,当然你说跟那个 用Excel里面的公式 就是Excel里面的公式有什么差别 最大的差别哦,就是说呢 在Excel公式只能写一行 再怎么样啊,你再怎么复杂的事情 你只有一行 你这一行哦,你就全部给我塞在里面 当然啊,这么复杂的东西 你塞在一行,简直是不能到嘛 说真的哦,即便做得出来哦 我也不要这样做 哦,实在是,太辛苦了 我还宁可慢慢把那个VBA慢慢写 怎么写也不会错啦 可是我写那边,我觉得太痛苦了 OK,所以有些时候我选择解决的方案 还要想到一点 就是这个解决方案哦 是不是你可以很,怎么讲 是不是你可以很,怎么讲 很轻松的去解决的方案 解决一个问题 而不是说你用了一个不恰当的工具 然后把自己累死 那当然就不是很OK的 所以当然我会这样想啊 至于你们将来怎么解决 你可以有自己的方案没关系 本来每个人喜欢的方式不一样 但应该大家都一样喜欢什么 喜欢轻松吧 对哦,没有人喜欢一大堆很麻烦的事情 那OK哦 好,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完成之后呢,程式就写完了 写完之后再来怎么样 我就把它run一下,先清除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执行一下 OK,结果一不一样 一模一样 那再来看一下里面的结果 它放的呢,就会是什么 这个A,里面放的就是A了 也就是处理完之后就丢出去 处理完就丢出去 有点像是就是那个 类似像那种工厂一样的 就是那个,你今天有鸡蛋好了 有哪一种很多种 你可以选择说,看用什么方式去塞它的条件 然后它就会这个放那边 这个放那边,这个放那边 这个放那边,就自动化了 不需要用人去那边挑 那当然就很辛苦了 所以有些现在很多工厂也是一样 尽量就是说还是,就是不要用人工 因为现在人工非常贵 所以尽量就是,有没有 现在很多用到那个AI的部分 就是用什么,用那个照相机 有没有,照相之后呢 以前用人去判断说 这个板子本身是不是有瑕疵 有没有,这个时候它用什么 用照相机,用什么影像辨识的方法 辨识看上面有没有瑕疵 然后再慢慢修正,用AI的方式来做 可以节省很多的人力,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把刚刚的这个合格不合格 改成这个多重的部分 画面还给各位试一下